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赖老 你行期快满了 你出去以后就没有人来教我了 你还有多久啊 半年 我走的时候把我家的弟子留给你 半年以后你来找我 我再教你 谢谢 陈文雄 你出去以后真的还要做这个 这有什么不好 你别开玩笑了 这有个屁的出息 你看着我做什么 郭春芳 你有种现在就不要做 眼前是坐牢 打发日子 我为什么不做 放我出去以后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谁也管不了我 你呀 真没有出息 你还剩下三天了 三天做得完吗 你放心吧 我一定把他做完 做不完我就不回去了 真羡慕你 可以回家了 小城故事多 冲浪熄河了 若是你倒笑成了愛 生活特別多 看似一幅畫 聽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是美 這裡已包括 談的談 說的說 小城故事真不錯 親愛的朋友 一起來 小城來做客 談的談 說的說 小城故事真不錯 請你的朋友 一起來 小城來做客 小城來做客 姐姐 文雄 你出來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回來 知道的話我會去接你的 這些日子 你可吃了苦了 我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爹嗎 就你這麼一個弟弟 還害你去坐牢 都怪我 都怪你姐夫 他在裡面 我去叫他 他怎麼樣 自從你入獄以後 他完全變好了 整天待在家裡 那個女的來找他 那姐夫也不理他 現在總算斷了 文雄 你是為了姐姐才坐牢的 他還在合作社裡做事 沒有 他行動不方便 文雄 文雄 你回來了 我現在靠你姐姐養活我 我走了 剛回來怎麼就走 跟你姐夫談談 好壞 我們總是一家人 我會回來看你 你 你 他不願意看見我 他心裡慚愧 也不知道誰該慚愧 從你出了事以後 我們都很關心你 尤其是月華 他覺得很沒面子 鎮上的人都知道 你們是小學同學 中學同學 我們又住得這麼近 伯母 月華什麼時候回來 有什麼事嗎 我們兩年多沒見了 我很想看看他 他恐怕不回來吃晚飯 許大夫親自開車來接他到台中去了 許大夫 你沒聽說許大夫啊 他是台大醫學院畢業的 才三十出頭 在台中一家大醫院裡做主治醫師 很有名氣的 回去多喝點水 是 謝謝 文雄 請問他 您老婆 很久沒見你 怪想念你的 您好 哪天出獄的 今天 好急了 我要請你吃飯 給你慶賀慶賀 這有什麼值得慶賀的 他是去坐牢 又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老婆 不打擾你們了 我告辭了 你不等月華回來了 謝謝 我走了 好了 你留他幹什麼 真的要請他吃飯 文雄 什么时候来的 幸亏我急着赶回来 好像我有预感 许大夫要留我在台中吃晚饭 我就是不肯 我来给你介绍 这位是许大夫 再见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 我还有事情 文雄 人家都跟你说再见 你知道他是谁 他是我十几年的老同学 我有两年都没看到他了 那你除非不想再见我了 你少威胁我 我们认识才不过几个月 许大夫 你们回来了 月华呢 跟那个十几年的同学走了 请里边坐吧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必了 你生气的毫无道理 你根本没有把事情用清楚吗 我没有生气 那你为什么一见面 连话都不说一声就走了呢 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 收到了 我给你的信上写得很清楚 自从你进去以后 我妈到处给我介绍男朋友 我妈到处给我介绍男朋友 许大夫是条件比较好的 我妈很欣赏他 我也认为他很不错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这样年轻有为的医生 到哪去找 你妈很有眼光 文雄 我只是告诉你 我对你的心没有变 我跟许大夫之间没什么 不过是看看电影吃吃饭 别的什么也谈不上 我在等你 我知道有一天你会回来的 月华 一个坐过牢的人 跟没有坐牢以前 是会改变的 我回来只是想看看你 看见你就好了 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离开这儿 我连工作都没有 没办法跟许大夫比 替你妈的话是对的 快回去 那你告诉我 你要到哪儿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 给我写信 我会去看你的 再见 要我说你 你自己想一想 为了个出狱的犯人 你把许大夫气走了 你值不值得 他出了狱就不是犯人 再说他坐牢 是为了他姐姐 好了好了 我不管这些 我问你 你得罪了许大夫 如果他不再来找你 看你怎么挽回 他刚刚还威胁我 如果他来找我 我再理他 我就不是林月华 你不是林月华是谁 文雄呢 没留住他 他走了 我是看文雄长大 他没有优点 就是有点骨气 骨气又不能当饭吃 他没有人 他要不想要 他没有人 他要不想要 他没有人 我怕他 他要不想要 他要不想要 你怎麼跑? 小鬼, 還跑? 小鬼, 還跑? 你怎麼跑? 你怎麼跑? 小鬼, 小鬼, 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去? 我也沒欠你的, 你為什麼抓著我? 你沒欠我的, 你吃我香腸不給錢, 找你阿公去, 提到你阿公要錢! 不要去找我阿公, 拜託了, 拜託了 他欠你多少錢? 三十塊啊, 我替他還好了 你替他還? 這都不好意思呢, 拿去吧, 謝謝 謝謝啊 你為什麼要替我還錢? 要是剛才我不攔住你, 他就抓不到你了 你這個真不錯 這裡我不太熟, 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 誰? 一個雕刻的老師傅, 叫賴精水 你認識他? 走, 我帶你去 我跟我阿公阿姨住在一起 他是你阿公? 我家就住在前面, 我叫阿吉 我每天上學都走這條路 走, 我帶你過馬路 好, 小心點 嗯 怎麼樣, 他們都答應了 我說不過他們, 你自己去好了 高速公路通了, 車子都直接過去了 開了交流道, 對大家好 大家都可以做生意嘛 我都跟他們說了, 他們就是不肯啊 為了地方上的繁榮 個人應該犧牲一點啊 爸爸, 這個道理我懂 你不要跟我說, 你去跟他們說啊 這就是我家 哦 我阿公在裡面 阿公, 有人來找你了 哦 賴老 陳偉雄, 你真的來找我了 你臨走留了地址, 剛才正好又碰到阿吉 我回來才一個多月 你不是還有半年嗎 點餘長說我行為良好, 提前假釋 恭喜你, 有沒去看姐姐 有, 剛從她那兒來 她現在很辛苦, 我不想拖累她 那你有什麼打算 我想 賴老 哦, 我知道 剛出來都很困難 沒地方去, 就在我這兒住幾天 賴老, 你肯不肯受我做徒弟 哎, 你要學這個手藝啊 哦, 我叫阿旺 我叫陳文雄, 我們頭一回見面 我勸你最好去學別的, 這行沒出息 阿旺, 你互說什麼呀 我說的是實話, 這種手藝沒出息 我做了十幾年, 也後悔了十幾年 後悔? 你才做了十幾年, 我做了一輩子還沒後悔的 哎呀, 快去做你的活 你真的想學手藝, 就留在這兒, 我教你 謝謝, 她是我女兒阿旭 你不用了鬆, 在哪兒 一點, 我想學者 我心安裝得不自然 你看, 看來不會 你不知是別的 你把你跟著誰 但是的我可悔的 我心安裝得不自然 你委託 發生自己的發生 給叔叔的 叔叔呢 給你的被子 哦 謝謝 你別看我阿姨是個啞巴 她的心最好了 阿公很凶 阿姨對我很好 那你爸爸媽媽呢 爸爸早死了 喝醉了酒 讓大卡車給撞死的 那時候我還小 現在我媽在台北一家 銀行老闆的家裡做事 你比我好 我爸爸媽媽早都死了 哦 你跟我阿公是在坐牢的時候認識的 嗯 你為什麼坐牢 我是姐姐把我帶大的 姐夫認識個女的 想丟掉我姐姐 常常打她 欺負她 我氣不過 狠狠地打了她一頓 把她的腿也砍伤了 人不能做錯事 我坐牢的時候想了很多 你阿公在獄裡教我手藝 教我做人的道理 你沒有念過書啊 姐姐很疼我 不太管我 我書沒有念好 高中畢業了 考不去大學 當完了兵 不久就坐牢了 快點睡吧 快點睡吧 明早還要上課呢 好 姐姐 不要再操心我 我已經安頓下來了 在獄裡認識一位老師傅 他教我雕刻的手藝 目前我住在他家裡 姐姐 我還年輕 我一定會好好學手藝 去給我買包煙去 誰的心啊 文雄的 你能不能少出點煙 那一天回家見到姐夫 我沒有勇氣跟他打招呼 心裡覺得非常慚愧 待我問候他 希望他也好好振作起來 我跟你說 我明年到頭再做 沒有休假 沒有禮拜天 可是也沒賺到錢 你知道錢都讓誰給賺走了 你說我給你錢少了 我虧待你了 這山王南山高 你多什麼心 我又沒說你 哼 街口上那家姓周的 人家有一套 從前還不是跟我們一樣 現在蓋大樓了 我們做好東西 給他們去賣 才能賣出好價錢 有什麼辦法 只好看著別人賺錢 好啦 別埋怨了 自己好好做就行了 大叔 阿秀 這是日本蘋果 一個日本觀光客 到我店裡買東西的時候送給我的 我立刻就想到你 來來來 給你吃 他在做工 別啰嗦他 老跑到我們家來做什麼 這就是姓周的兒子 大叔啊 我是來給你送錢的 這是五千 是上次那批貨的錢 你放那兒 五千塊錢的貨 他們至少能賣一萬 阿秀 你拿著 哎 哎 你要幹什麼 沒事好好做生意 回去吧 我是來催貨的 這個佛像立刻要交貨 可不能耽誤了 好我快送去 快送去 小老闆 小老闆 剛來的 他是我師父新收的徒弟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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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你 哎呀 你怎么亲自送来了 来来来 快来帮忙 阿旺呢 他不想做了 为什么 你们小心点 小心点 亲里边坐 喝杯茶 我现在做的生意 一方面是靠国外的订单 一方面是靠观光客 我儿子很有一套 跟旅行师合作 给他们点回扣 把观光客都带来 你发财了 又盖了大楼 我没办法跟你比 老赖 你磕的东西 在我们这儿 是数一数二的 就是有个毛病 嗯 什么毛病 太慢了 我们做生意的 就是要赚钱 你可快点 我也多卖点 国外的订单 要是耽误了时间的 就拿不到钱 那你找别人做 哎 你这么大年纪了 脾气怎么一点都没改呀 改不了了 哎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别生气 别生气啊 我这个人做东西啊 做一件 是一件 绝不能妈妈糊糊 骗人家 人家买了回去 放在客厅里 要放多少年呢 赚钱算什么 你的钱花工了 可是东西还在呀 你做的是生意 我做的是手艺 哎 咱们是老弟兄 我还不了解你们 来 喝茶喝茶 老赖 我儿子对你们阿秀真不错 他谁都不喜欢 就喜欢你女儿 可是 我听说他每次去找阿秀 都碰你的钉子 哎呀 我们这个小城里 漂亮女孩多的是 你儿子真会喜欢个哑巴 阿秀 杯子怎么比啊 就这样比杯子 那么喝水呢 喝水 这个很容易啊 我不懂 以后你教我手语好不好 手 鱼 那么 吃饭怎么比呢 吃饭 做饭呢 做饭 做饭 你 快去 做饭 我去 做工了 做饭 做饭 吃饭 喝 水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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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dismantle Ghong 躲 吃饭 吃饭 夫 这 今天 谢谢你 他说什么 我阿姨说以后他要帮你洗衣服 那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关系 我阿姨愿意帮你洗 叔叔 我阿姨对你很不错 我敢跟你打赌 他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看样子就知道 你不要胡说 让阿公听见了 他会骂人的 快去做公开 我告诉你 那个姓周的儿子常常来烦他 我阿姨连看都不看他阿姨 他看你的样子就不同了 小鬼 我出去一下 我到阿旺家去 阿姨远 阿姨远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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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